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他肯定是一只前女的 在重庆安家的他 渴望找一个持家的女生 该学会维持一个家庭 第一次上的开支 包括等等等等 就是会关经济帐嘛 一杯奶茶引发两人矛盾 你两个妈妈的奶茶要补咖啡啊 咖啡因素喝得了 比较散烈 觉得男嘉宾不是在看中的 第一次见面 主要是从经济史上的角度来考虑 再次相亲 女嘉宾对他抱怨连连 过来自问我 一直抓到我喜欢帅哥 这个地方 凭啥子要求我也是那种啊 他喊臭根儿子之材嘛 以后还需要干净的地方 有点生气 小伙来不是很进入人意 一直在跟你说说说说 我也找不出 凡人有喜之 相亲要找持家女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相亲现场 为何两位女嘉宾都对男嘉宾抱怨不断 男嘉宾不是在看中的第一次见面 一直在跟你说说说说说说 我也找不出 凭啥子要求我也是那种啊 有点生气 男嘉宾究竟做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爱情话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小红娘林欢 今天呢 我们的男嘉宾啊 用重庆话来形容 就是长得嗔嗔头头的 小伙子呢 性格就是比较开朗 但是希望找一个持家有道的女嘉宾 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小伙子 你好 因为我考虑到以后 在那边长期发展呢 没有做法的问题 所以说我现在在大学生里 购买了一套小父亲的房子 计划也明年过了 二年之后就装修 已经在重庆定居的真先生 已到了试婚年纪 那他对另一般的要求是什么呢 俗话都说嘛 别善小危险嘛 所以我想找一个比较小说的女孩子 因为爸爸妈妈 帮我们养打了都不容易 然后啊就是要回持家 两人在一起 不是国家家国子子在一起 你必须要学会维持一个家庭 地日常的开支 包括等等等等 最好还是温柔一点点 我觉得持家女生嘛 应该就跟我要比我好一点 就是会关心机长嘛 会经常习算嘛 过日子嘛 就是可能该买东西就买嘛 只买贵定嘛 不买贵定嘛 反正尽量就是会安排 会和你安排 那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啊 就是也是为你物色到了一个 根据你的要求 比较匹配的女嘉宾啊 然后女生呢 是做会计的 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说 在持家方面 应该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那现在女生呢 也到了跟您见面的地点 那我们就先去见下女嘉宾好不好 好了 我们的女嘉宾 已经等了很久 我们赶紧过去 先把我们女嘉宾接上好不好 来 走 有看到我们女嘉宾吗 好像很冷的样子 赶紧过去好不好 你好 是女嘉宾是不是 大家好 我叫Dentindia 今天二十四二岁 十五千的职业是出辣 我平时消费这块的话 一般都是比如说 你收入 因为现在出辣的话 大概十五千的样子 平时的话 一部分的钱的话 可能一个月 我会花三分之一的话 来买衣服 然后剩余的部分的话 会存下来 然后也会理财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 还会持家 你女儿呢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发言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我们的男女嘉宾都是那种 脸圆圆的 很有福气的面向 感觉两个人的外形匹配指数 还蛮高的 而且男嘉宾想找一个 勤俭持家的女孩子 而我们的女嘉宾的职业 正好是一名会计 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一对应该是蛮般配的 那个不好意思让你等久了 等到很久了 那个大概等了多久了 应该有半个小时了吧 半个小时 很抱歉 刚刚我们在那边 之前在做一些 关于男嘉宾的采访 所以说时间耽误了一下 今天天气冷不冷 那非常能感觉 还好吧 有穿毛衣吗 没有穿毛衣 这回合我们的天气 今天的温度 大概也就四度到五度左右 我觉得这个时候男嘉宾啊 因为让我们女嘉宾 稍微等了一下下 要不这样吗 我去给女嘉宾买杯热饮吗 他提出说想要给你买杯热饮 可以 OK是吗 先暖暖手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想要喝些什么东西 现在有点冷 有点困 买一杯热咖啡吧 买一杯热咖啡 应该很好完成吧 这个任务 应该还OK吧 好 那你就赶紧去 别让我们女嘉宾再等太久了 好不好 好 行 看起来比较稳定 然后我手有点冷了 然后他也马上跑去 买了个咖啡去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 第一印象比较好 感觉他比较稳定 你这边的身高啊 包括外星的 跟我想象中的都还差不多吧 正当真先生在耐心等待奶茶出炉时 婷婷却在咖啡厅门口苦苦等待他 我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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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来一场 然后我找一圈的 没看到这个咖啡的 那你会不会来一场 你两个买的奶茶 又不是咖啡呀 奶茶一样的事啊 可能就是今天天气比较冷 其实奶茶多好喝的呀 我以为他会在那个咖啡厅里 端一杯这个鲜莫的咖啡过来 没想到是一杯的 是一种奶茶 那背后有个咖啡厅的吗 帅哥 我这个咖啡比较贵的 我觉得各自制的话就是 可能就是将天气比较 反正喝完整制的话 就是这种咖啡也 这种奶茶也可以了 其实咖啡喝得了不是很好 咖啡饮入喝得了比较散 我也不是天天都喝咖啡 男嘉宾可能和我的消费观念 有点不太一样 他觉得那个咖啡和奶茶 都可以相提并论 我觉得的话 我更注重生活品质 我平时的话 还是偶尔会喝咖啡 我觉得的话 他应该跟我比较有默契 其实像我那杯奶茶店的时候 他应该会觉得 不说其他的嘛 先喝一下 觉得奶茶不喝还不错 评价之类的 我觉得让我也会有这个行为嘛 OK 我们的男嘉宾 跑来跑去的 买了一杯素蓉奶茶 你是为了省钱呢 还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 不知道哪里买咖啡 不 我觉得后面这个说法 完全不成立 因为你完全可以去问一下 别人 就哪里可以买到咖啡 你这样做说真的 我觉得让女嘉宾非常的尴尬 所有奶茶跟咖啡之间有差距吗 我觉得是有的 并不是你说的 那个什么喝咖啡会成瘾之类的 这完全不成立 有时候呢 真的就是那么十几块钱的差距 你会让两个人 突然之间变得很尴尬 真先生的解释 并没有得到婷婷的理解 反而引发了婷婷对她的质疑 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碰过一个奶茶 感觉有点不妥啊 还不妥嘛 走进入大工作的时候 你说的奶茶 我就把你碰到手心里的嘛 我也说不妥 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第一次见面呢 我觉得男嘉宾都买 一百这种几块钱的奶茶 我觉得男嘉宾不适合看中的 第一次见面 其实当时女嘉宾提出来喝咖啡的时候 其实我们身后就是一间咖啡厅 但是我想去跟她买奶茶的原因 就是说咖啡比较贵 但是偶尔喝喝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想找一个 是比较会吃家的果子 所以说我想去买个奶茶吧 第一次就是考验一下 看看我们女嘉宾的欢迎是吧 但是她当时的欢迎给我 我不是很满意 但是具体的呢 就是说再接受很满 好了 亲爱的男嘉宾 不要再解释了 我觉得周杰伦 其实也救不了你 我在一篇文章当中说过 我那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当我们约会的时候 我们不能吃什么 我提到一个观点说 第一次约会 我们一定不要去吃路边摊 也不要去喝奶茶 在我看来 我觉得相亲是一个 相对来说很庄重的事情 它是有一定的仪式感的 我希望在这个时候的 男生和女生 都应该拿出自己 最好的一个风度 尤其是我们的男嘉宾 你反复强调的那个勤俭持家 说真的 大家第一次见面 彼此没有那个吃苦耐劳的 那个交情 我觉得你这种说法和做法 都是欠妥的 本以为一杯温暖的奶茶 可以化解两人初次见面的尴尬 但没有想到 却成为了两人相亲的障碍 那接下来的了解 还能顺利进行吗 我叫郑鸿瑞 我今年27岁了89年的 然后目前在这个 一个月子中心上班 做市场的 我今年22 我在卧市住处那里 正好是 你比较会关张是 还好吧 你家宾为了这个奶茶你一直不喝 很烫的嘛 能喝嘛 烫注意啥 我平时的话不太喜欢喝那种 很甜的东西 特别是奶茶那种 尴尬留下这个男嘉宾问我 一直我一直不喝 我都觉得很尴尬 我都不想能回答他 那你先放在手里头嘛 暖在暖在手嘛 感觉好冷哦 我们要不走后面咖啡厅 先坐到凉凉去 才能拿到外面 OK啊 OK啊 正当两人准备到室内 开始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发生了 咦 干什么 也不想要要交代任何的东西 对啊 我都不想要交代任何的东西 对呀 我都不晓得 他对男嘉宾不满意 还是男嘉宾 我都太突然 我刚刚打电话还不接 是不是因为刚才 男嘉宾给他买的奶茶 就怕不满意 哎呀 但是也不至于是 我觉得 都是一杯饮料的事情 男嘉宾 就是 男嘉宾 男嘉宾做他人本的 女嘉宾不见了 呃 什么情况 不晓得呀 就是真的太突然 你没有不晓得呀 其实是这样的 对 因为有个突发状况 我们女嘉宾就突然间 选择离开了 然后 为什么 呃 我们现在 就是也在跟编导商量 就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只是在猜测 是不是刚才 呃 因为他想要喝咖啡 而你买了奶茶给他 他不满意了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也 也有点不得而知 所以说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他都离开了 对 具体的正式情况呢 确实我们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猜测 既然这样子的话 刚刚我们就是 就是编导也得想说 要不我们再给你介绍一个 马上给您再联系一个 您看行吗 就根据您的要求 我们再跟您联系一个 但是现在的话 也只能这样了 是不是啊 然后那个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 你的心情就是不要受到影响 因为确实这个突发状况的发生 我们也不希望会这个样子 对 没有没有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奶茶的原因 它离开的话 我觉得它的你可以可能 并不是什么坏事 好 我们的女嘉宾 那女嘉宾终于转身就走了 其实我觉得姑娘 你走得挺对的 但凡是那种第一次相亲 就给你买素容奶茶的男人 我们觉得都应该转身就走 好 但是男嘉宾 你有没有吸取教训呢 女嘉宾的突然离开 打乱了今天的相亲安排 那编导能否顺利寻找到 另外一位女嘉宾 好让今天的相亲继续呢 你就是说有没有空 和男嘉宾见个面 现在呀 小不嘛 或者忙不忙嘛 明天的时候 非要今天 像一位男嘉宾还是很有诚意 专门请到家 还是我们想问一下 女嘉宾问一下有没有空 不要 我今天不得心了 你今天有没有空 来和我们这个男嘉宾见个面 我们不得心了 我年轻很忙 我年轻很忙 你带不带心吗 冯小姐 你说最近有那个 刷起朋友们吗 我现在已经刷了朋友了 冯小姐 你请问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吗 哦 今天下午呀 哎 今天下午有空啊 我都是那边有一个 不错的男嘉宾嘛 也想介绍给你人设 不晓得你 可以来看一下 你起来不回事吗 男嘉宾呢 都是那种 比较横横的 还是比较老实那种 我还是比较喜欢男嘉宾 哦 哪里一面 不愿意来解一面呢 好好好 姚编号 好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好 经过编导的一番联系 终于找到一位与真先生 比较匹配的女嘉宾 她喜欢憨憨的老师的男生 看来真先生还是比较符合她的要求 在我们编导的努力之下呢 我觉得非常棒 你也很幸运啊 然后呢 我们联系到了一位女嘉宾 然后呢 她现在呢 也赶到了跟你见面的这个现场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有没有些什么样的期待 当然有了 我觉得我还是蛮期待的 会不会受到之前事情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觉得自信心有受到打击呢 没有吧 没有吧 如果因为之前那个我刚刚也说了 如果真的是因为那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遗憾 你没有任何的遗憾 对 其实我觉得啊 今天你在现场还挺因祸得福的 有一点 有一点很期待 然后现在又录出一种很羞涩的表情 好 那我也不逗你了 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二号女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胡宇 今年二十三岁从事金融行业 谢谢 我希望对方呢是一个很含的 然后对方的老师呢 外表啊 只要可以带出自己见面的人呢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 而且最近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对我 是凡是内心的 对我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回来也是从事金融行业的 因为之前你也提到过说希望找一个持家会理财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事金融方面的人应该对经济啊 理财都比较在行 好 那我看看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问对方的 或者说是就找一个地方坐会儿聊会儿天 好吗 第一眼看你嘉宾是感觉你嘉宾很漂亮 头发也比较长 但是我心里感觉都有点合不足的感觉 漂亮的小宇让甄先生倍感压力 为了给小宇留下好印象 甄先生这次非常主动的买了咖啡 你这是这回变懂事了呀 现在咖啡也给我们女嘉宾送上了 然后觉得我们女嘉宾怎么样第一印象 很漂亮 那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当然美女的人都喜欢的 就是侧面的告诉我听你 其实是有演员的 是吗 男嘉宾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好强啊 面对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你立即就去端来了咖啡 而不再是有所奶茶打发她 但是我是不是又可以这样想呢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真的很漂亮 所以这就是一个残忍的看脸的世界吗 到了今天晚上都市频道的大讲时段了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同时点电视摇动您的手机 好了跟我一起摇起来 一二三我们摇一摇 锁定都是频道都是有力都是你的 其实对于自己的身高 真先生一直有些介意 那面对漂亮活泼的小雨 他是否会有些不自信呢 我主要是对我的身高比较担心 我觉得男孩子嘛 应该都一米七以上是吧 我觉得我身高啊 包括体重上面 包括我的长相吧 我觉得我是有点不自信一点 您好高哦 我一米七不得好 刚刚刘夏宾呢 就是问的那个身高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身高对我来说是一个隐伤 所以刚刚刘夏宾问的那问题的时候 我也就感觉有点尴尬 我看女嘉宾进身高 他都一米露多点一点点 如果他平时在穿高的话 应该站在一起跟我比较高 那可能一起不是很协调 其实我个人觉得 男嘉宾虽然说不是很高 但是长相也很好 而且重庆啊 我是身高平均也值得要露吧 他已经达到平均值了差不多了 真先生比较担心的身高问题 在小雨看来一点都不介意 到目前为止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那接下来 两人进展又是如何呢 你觉得你对这个人音笔还是要求啊 长得帅 长得帅 看眼睛是 这个社会都看眼睛嘛 关于帅哥的话题 小雨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只要可以带出自己见的人 我觉得都还是可以 我可能是不是都不是很喜欢的类型 因为我觉得我同时都说我长得 微弯 差不多嘛 也没得他们说的那么夸张 说颜色高的话 你还看中其他上面呢 都说像对方肯定比较体贴啊 然后有点泪汉啊 其他长得帅 有财 还有财 还有钱 理想嘛 理想很丰满啊 他也说看他帅哥他就很喜欢 然后那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 因为现在帅哥比较多长啊 因为如果他那种 见一个就喜欢一个的话 我觉得 我真感觉合不住的 我觉得我说喜欢帅哥那种 还是 带他玩笑那种吧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不管那些长得还是可以 但是他表现得对自己 就是有点不自信那种 算是自信点 那种的话 现在还有美丽 还有美丽 还有美丽 我想这种男生喜欢美丽 一个个性子 肯定女生还不喜欢帅哥 是一样的道理上 不是 喜欢是喜欢男生 更个质值的 或者拿得欣赏的 或者都不一样是呀 小宇前后不一的择偶观 引发了真先生的担忧 而面对真先生的质疑 小宇也颇为不满 在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上 两人更是分歧重重 那你喜欢哪种女生吗 我去吃家是呀 因为两个国人 我日子肯定要尽多些算是呀 我好像不能回 勤奸吃家来行 那你平时都是比较月光吗 跟月光差不太多了 那时候我出去耍同事 都说我是百家 不没来是吗 你现在年轻是呀 有人性的资本是呀 我刚刚跟嘉宾的聊天 我感觉到就是 女博士还是一个月光族 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是 说我想找一个 是比较能理财一点 因为那个的话 两人嘛以后嘛 生活怎么慢慢的 会好起来是呀 对于男嘉宾说的 那个尽管持家来说 我觉得还有很大原因就是 我现在又是一个人嘛 我都说 肯定花钱比较大吃大吃的呀 没得好大长远行李计划 但是以后成老家 有老家庭肯定都不一样 肯定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还有计划 那男嘉宾有什么希望吗 我其实也没得 因为我自己花钱 就是就是因为我发钱 是比较大吃大酒的 所以我想找一个比较吃下的 住两个人之前的那样地方 我觉得以后的日子 过得比较艰难 有的时候就大吃大喝 不吃害喝 我没得的时候就是 两个人一起 哎呦我那种 那种就不好笑 我曾经是大吃大酒的 一天花钱 但是我都以为他 任何在意金钱持家 我都以为他是一个 很有打算 然后我自己还会理财呀 然后为自己以后 那种理财方面 因为有自己的道路 但是他说他平时也是 也是那种 花钱大吃大酒的 所以那他凭啥子 要求我也是那种啊 虽然小宇如此解释 但珍先生仍旧有着自己的担忧 刚刚来我最新的女嘉宾 他说他是月光族 因为我自己也是个月光族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 人居家过去之地 接下来我想考验一下 我们女嘉宾 到底会不会是一个街友的 还是会不会是一个吃家的人 你吃好过去吃 你有没有吃这个茄子 好像没有呀 对老师哪个孩子 你跟他们一起吃啊 老板因为内缘最嫌疑 菜是啥子 那跟我拿两个嘛 那是火锅子是菜嘛 路上还不是可以烫火锅 男嘉宾的考验 引发女嘉宾不满 没有对比啊 也没有什么看家之类的 我觉得我已经进海大里努力的 完成他所给我的任务 以后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点生气 小国呢 不适合进入人家 一直在跟你说说说说 我也找不出 那男嘉宾会如何挽回僵局呢 好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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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菜市场的门口 为什么要来菜市场啊 我们让我们男嘉宾来解释一下 对 因为我之前听到女嘉宾说 她是月光族 所以说我今天想给她安排一个任务 哦 任务买菜吗 对 对 就这么简单吗 就买菜 对 但是是金额有限 多少金额 50 然后要怎么个买法 就是50块钱 5个人晚上吃火锅 让她自己安排 然后我问一下 有没有听清楚男嘉宾的要求 给你50块钱 然后买5个人的晚上打火锅的菜 一个人相当于10块钱 我买一包火锅的了 我都不值10块钱 我问一下平时有买过菜吗 黑少 我跟她一起去嘛 我看一下 你要跟她一起去 对 我看一下她怎么安排 你会不会有压力啊 她要跟你一起去买菜的话 多少钱你给不给啊 多少只能自己贴啊 我都说了 只有50块钱的预算 好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考题 50块钱买5个人的菜 我觉得是挺难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女嘉宾 会怎么来分配这个钱 走 出发 玩啥子吗 你平时吃啥子吗 嗯 吃点醋挺麻烦 因为现在吃点醋 比身体好些 学早前呢 四块 茄子的好过不是吗 你吃好过就是 有没有吃到个茄子 好像没有呀 多少呢 我要给你拍茄子 老板 你们哪里面最选的菜是啥子 黄言辈 黄言辈 好 好 要得 这个吗 是不是这个有 阿哥 我拿两个嘛 我拿两个多点了 全部吃白菜啊 让我们偷走一会吧 拿一个嘛 他看脱根不自财嘛 买肉嘛 我没有做完走点 我不能平直 爱你点点滴滴 别变到还叫我都不会放弃 喜欢你温暖的手 全住我的脸 我要爱你轻轻迷迷 他还在心心一朗拥有 我还是买肉嘛 你看也没有合适啊 肉 手做好全天 饿吗 全部都一样嘛 哪点都一样嘛 这个20 这个28 这个是你几个 我拿一包这种嘛 要啃的钱呢 你几个肉好吃些 21块钱 21 还有啥子肉嘛 慢慢量菜嘛 量菜吃好多 餐钱咱 卤菜还不是可以烫火锅 你看你一全是好的钱 还买得到这东西可能 非常好卖哦 非常五十五 能贵 啊 生日贵的吧 哦 那你给我称一师傅的嘛 还有五块钱 吃点豆干嘛 有了谢谢 嗯 我们前天只买了四个菜 你看你只吃五块钱 那你觉得五块钱 我们还能买哈 还说买点豆芽啊 或者啥子 蔬菜之类的嘛 反正你也说你喜欢吃蔬菜 豆芽可以吃黑豆 很便宜可以乘黑豆 OK 我们的男嘉宾提出了一个 我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考验 她出五十块钱 让女嘉宾去买 足够五个人吃的烫火锅的食材 知道吗 我一直在心里在盘算 我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最后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 当然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真是棒呆了 她居然会第一样买的菜是茄子 真的是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吃过用茄子烫的火锅 所以女嘉宾的生活经验几乎是零 而男嘉宾呢 我觉得这项考验真的是 增加了彼此的尴尬指数 我们的菜很快就买完了 男嘉宾我看一下拎着一大包 来我们转眼 你觉得刚才女嘉宾买菜整个表现怎么样 我感觉她很着急的感觉 没有对比 也没有什么砍价之类的 好像别人老板说多少 她就买了 然后我感觉她买的数量比较少 因为我跟她说了 我们是五个人的 用餐 然后我看这一点的话 五个人的话 可能五个小孩子差不多就吃了 好像就是肉啊 也是调的贵的买 而且价钱也没有讲 包括那个肥肠啊 因为你看 总共才这么一点点 我们一个人也吃不了一点点 但价钱也比较贵 我听你的意思就是说 觉得对今天女嘉宾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对吗 对 以后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我已经尽快地努力 来完成她所给我的认不了 是不是嘛 但是她一直抓到我那点不放 我真的有点不愿 我觉得她一个人 肯定都有有点缺点 不可能说是全是卖 但是我是一个 针对比较看重对方 有点的 但是她是一直抓到我的缺点 一直不放 一直在跟你说说说说说 我也还找不住 所以说但是我有点生气 首先呢 我今天先给女嘉宾倒个钱 可能决定呢 今天考验比较多 可能不是很有 估计她的感受 其实我平时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今天呢 确实时间比较短 但是呢 又想看一样 她到底是不是一个 勤俭持家的人 所以说呢 才想到那么多 那个办法来考验她 但是 效果呢 不适合进入人意 OK 这么说吧 每个男人其实都想 找一个持家的女人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后缀 往往大家都不会说出口 那就是漂亮 一个漂亮的 但是又勤俭持家的女人 就找到这样的女孩子的 那个指数是非常低的 就好像是 我们找一个 非常英俊的 潇洒的男人 然后她又特别的不花心 她是一个绝对 忠心耿耿的男人 你们觉得这个成立吗 她有点对于自信 不是很自信 我觉得自信 对一个人来说 还是很重要 特别是对一个男子来说 我说我也没有 针对她 比如说她有个刮断 她身高那方面 我一直没有 我针对她那方面来说 她都一直针对到我 不会安排 不会 不会尽管辞家 那些 就是说 有点不愚 也就是说 你认为我们男嘉宾 一直都在挑你的缺点在说 而你并没有一直针对 男嘉宾的缺点在说她 你觉得你有在包容男嘉宾 而男嘉宾没有包容你 去这样子 好 女嘉宾说的还是一定有道理 确实我在生活中 可能有点缺乏之心 但是在工作我不是这样子 能干嘛 我就带女嘉宾 到我工作的地方去看一下 我平时上班的状态 今天可能一直是我在考验女嘉宾 然后自己表现的 也没有把自己完全表现出来 所以说啊 我今天想邀请我们女嘉宾 到我们公司来 看一下我平时 在工作中的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男嘉宾的公司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 都市频道的大讲时段了 拿出你的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 点击一下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同时点电视 摇动您的手机 好的 各位一起摇起来 一二三 摇一摇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现在呢 我们是来到男嘉宾工作的 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我也看到我们男嘉宾 好像是正在办公室里边 在跟客人沟通一些 工作方面的事情吧 要不然这个时候 我们进去看一下 然后你也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的 一个工作的表现 好不好 来 走 我们会打扰到你吗 没有 没有 那你看 我们要不然就是站旁边 觉得怎么样 感觉他对他的工作方面 还是很认真的 还是很熟悉 感觉上他对 心上会稍微好点 那种感觉可能 所以你看 就是我觉得我们男嘉宾 能够把这一种 女性方面的工作 都能够做得那么好 然后跟客人沟通的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生活中应该是一个暖男 因为他必须得很就是了解女生 然后他才能很好去做他这份工作的一种推荐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还是有挺多优点的 你觉得他跟你介绍的事业怎么样 那几天我都有一个短短短短再给他资讯 他整个人结设得也比较好清楚 对着一些亲切 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你想出来几天 比较有上进心 客户对真先生的好评也进一步激发了小宇的好奇 希望可以多了解真先生在工作中的状态 之前我自己也参加过那个凡人游戏的 然后呢他这个名也是我帮他报的 因为我觉得挺不错的 然后他平常在工作当中吧 是一个非常有干劲的干劲 凡人我相信他肯定是一只浅力骨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小伙子 然后呢也是一位非常能干的 这么小年纪自己也用了一套房子 我觉得呢他适合做老公 虽然年龄很小 但是我觉得他挺有责任性的 平时看的人挺不靠谱 但是在工作的时候挺靠谱的 其实 OK我们的男嘉宾的同事 对他的风评很不错 觉得他的工作能力啊 自信心啊什么的各方面的都很强 如果说我们的男嘉宾 能够把这种态度转化到相亲当中 我相信应该会为他赢得更多的加分项 好然后到节目的最后的这个时段了哈 水中贵族百岁山本来目奖品呢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提供 好了我们的奖品送完之后呢我要跟二位来讲一下大伙选择的规则了 翻得简单那在我的右手边呢这边有一部电梯 我们的女嘉宾呢需要先乘坐电梯下去 我给你十五分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说最后你愿意跟我们的男嘉宾牵手成功 那么同样的乘坐这部电梯回来 然后呢出现在我们男嘉宾的面前 那如果说女嘉宾要选择放弃 也就意味着电梯打开那一刹那是没有人的 通过多方位的了解小雨也看到了真先生 在工作中是一位上进勤奋自信的男生 那这能否消除他对真先生之前的误解呢 可能就是挨到点要是高点的话都还好啦 因为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和男嘉宾 生活方式啊或者是需求的嘛 可能有点不一样的 以后如果在一起了也会老婆 今天没有选择的也没有全都成功的原因 我觉得女嘉宾呢刚刚都是在买菜哪个房间 我觉得她好像不是一个有点难排的 那个地方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还是要规范一下的以后 日子才会越过越生越过越好 我喜欢电视机前的女嘉宾呢 有对我有意思地可以跟我去的联系 或者是拨打我们凡人游戏了母主的电话 OK明显不可能合适的一对终于没有牵手成功 也是大家都输了一口气对吗 我们的男嘉宾呢在节目当中呢 也是表现出了对钱的很care的一个态度 其实我们凡人游戏当中真的有一些男嘉宾 会对钱这个问题很上心 比如说有的人会半穷啊 而有的人呢会提出AA制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其实钱这个问题呢 它是真的会是我们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斤斤计较 真的会损失我们的男子气概 最后我想说的是 其实男嘉宾 从你的同事对你的评价 以及我对你的感觉来说 我认为你在生活当中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 也许是因为你上节目 所以你对有些观点呢进行了一些强化 所以说你呈现出了这样一个 一会儿去买奶茶 一会儿是50块钱考验女嘉宾的一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只要把你工作当中那种状态 带到相亲当中就很OK了 有时候对待女孩子不要太苛刻 因为寻找一个勤俭持家的女孩子 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你对钱的态度 节目最后还是女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不要走开 还有精彩的真婚秀等着您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真婚秀 我是小红娘林欢 大家可以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加入到我们凡人游戏小红娘的官方微信上 我们会在微信上定期的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 以及我们凡人游戏线下的相亲主题活动的公告 当然了 如果您愿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来展示自己 诉说自己的情感诉求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内来跟您取得联系 帮您免费的拍摄您的个人明星嘉宾秀 好了 先来领略一下本期的明星嘉宾秀风采 我今天33岁 身高1米73 我的职业是一名厨师 现在在一家社会酒楼里面当成副厨师长 我今天33岁 我今天33岁 我的职业是一名厨师 现在在一家社会酒楼里面当成副厨师长 也喜欢介绍朋友 然后爱好啊 非常广泛 打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 都是我的喜爱 平时晚上吃完完三二步 早上家做天气阴阴阴阴阴的情况下 我还会跑步 非常注重于养生和个人的身体健康 我曾经有一段失败婚姻 平均当时比较年轻 结婚也觉得比较匆忙 婚后不久查出我老儿得了癌症 然后治病了花了很大一笔钱 我前期都后拿了很大的矛盾 最后在三年以前我父亲 因为爱人爱死保护化 然后去世 到最后我选择了和我前期结婚 离婚以后 我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跟着我的也非常的听话 活泼 希望的人能接受我的同事 也能接受我的儿子 其实在我离婚以后 很多朋友都给我介绍了很多不错的旅行 在得知我有一个七岁的儿子之后 都非常的犹豫 到最后选择了放弃 我理想中的另一半是 希望他升高在一年路以上 有无婚事都无所谓 如果说有婚事 希望孩子跟到另一半的 我双亲现在只剩下母亲了 希望我的另一半有孝心 对我母亲好 有爱心 对我儿子好 这个是我最大的幸运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 我非常有上进心 我相信我有能力和信心 照顾好你的孩子 在这里 大家好 我叫苏杨月 今年二十九岁 然后自己经营了一家立法店 身高一米八 其中六十公斤 庄国人 如果是国人开店 肯定比打工稍微好点 然后一个月 生意一半点 可能一晚多点点 好点来两三晚 左右 班都不一天 基本上没得孩子 休息时间 都是平时工作比较忙 然后平时就喜欢女友 我工作人呐 自己有一套煮饭 完了以后麻烦也有一套 当然呐 要是厚厚 愿意跟父母煮的一些 都可以煮的一些 补煮的一些 然后也可以用单独做 都煮的一些 反正 然后 关于车子啊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上班 以我家都很紧 我觉得没得好大比要卖的 如果 二天觉得 实际果实在都可以卖 反正现在卖车很方便 我也曾经有过 有过一段 还短暂的婚姻 因为那时候人机很小 然后只得22岁都有了小孩 自己又到外面上班 可是08年那儿 本来工资又不是也高 只得两十千块钱过月 然后又找个娃儿了 还好载啊 还有我 妈那孩帮我带着去 现在小孩呢 七岁了是个女儿 在上小学年纪了 我前期其实她认识一个 还好的人 都是因为困难的年纪很小 然后都很小玩儿脾气 然后什么事情都要遷就她 都觉得总经常在一起 经常都要为一些小事情吵架 都觉得很乱过去 然后她也不是很懂事 所以说我觉得 每个在一起都没喝到意思的 没得好久都离婚了 能够多年来都没让个 真儿把你吵个朋友 完了以后都希望 因为现在马上也三十岁了嘛 都想跟我们找个女的 好好过下半生 然后真心在一起 我喜欢的女儿 来得稍微成熟点 稳重点 不要那种很小玩儿脾气 是不是过两个耍儿脾气 那种都很受不了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小心 稍微高点点嘛 也不要太矮了 因为我毕竟高得太矮了的话 站得起不适合时 然后最重要的是孝顺 那点我还看重 因为我妈还是要走为哥儿的 她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的 本来现在中国婆媳关系都不好处 所以说我觉得孝顺一点我还看重 当然我也会对对方的父母 也会当成自己的妈那儿 能够来对待 绝对对他们还好 我本身也是一个世界性还强的人 然后也比较喜欢工作 所以说我觉得女儿稍微学性强一点 我能接受 只要不要太过分在家里面 因为我觉得两人在一起 相互保障 相互信任 这是很重要的 双方果然以不外 能够觉得日子才过得下去 不知道今天的明星嘉宾 像有您满意的吗 那如果有呢 可以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也会竭力地为您牵线搭桥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单身男女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因为我们会定期的在微信当中 发布优质的会员资料 以及我们反而有起 线下的主题相亲活动的公告 好了 节目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反而有喜 我们等您 她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老总 有备而来的相亲却换来 尴尬连连 你这个要把我搞好 不过我搞一个公司 是她呀 都是她的杂质 我给她拼着还卖 我给她拼着 我给她 她是一位温柔型的职场女 从头到尾的淡定从容 遭遇质疑不断 不是说你不真诚话 只是说可能有些东西 因为你工作上的状态 会带到生活当中 很职场的一个人 很多人说什么 是不是很真诚地 来面对这个事情 在什么场合说什么的话 因为好像感觉到 她心都始终有神 这位文质彬彬的董事长 能否读懂职场女的心 不 老大早是 找到自己的心 凡人有喜之 董事长相亲 职场女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都市频道 让幸福更贴近 明镜与点点栏目